在本届亚运会中,中国女孩带上了年仅18岁的李盈盈,本想着是带着她举位去见世面,但是未曾想到只有18岁的小将李盈盈却在亚运会了赛场上打出精彩的表现,在关键性的比赛中能够有所表现,成为女排的骑兵。 在女排队这韩国的比赛中,李盈盈依旧是作为替补出展,在刘晓彤与朱婷成为球队的主攻手之后,李盈盈在替补席上做着贡献,在第三局关键时刻,刘晓彤连续没能得分,可见她的体力已经下滑掉了严重。 在这个关键时刻,郎平换上18岁的小将李盈盈,这需要很大的魄力。 最终,不仅仅是验证了郎平的眼光独到,同时也考验了李盈盈的能力。 她在上场之后,接连利用自己的优势帮助球队,球队开始反超比分,拉开与韩国队的距离。 最终,中国女排有惊无险,能赢得比赛的胜利,横扫韩国女排,李盈盈的表现功不可没。 在关键时刻,她成为中国女排破冰的那一位球员,而在本届亚运会中,李盈盈多次有着出色的表现。 在小组赛首场对战越南队,利用自己的发球得到三分,全场比赛得到五分,展现了自己的实力。 凭借出色的表现,李盈盈的表现也得到了对内的核心。 中国女排的头号进攻守朱婷的胜赞,朱婷赞扬了李盈盈替补的表现。 今天她换上来还发挥挺不错的,她每次上场,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。 这样的评价,无疑对于李盈盈是极大,那肯定,本届亚运会,中国女排的目的就是拿回金牌。 在上一届亚运会中国女排失去了冠军,而本届亚运会中国女排排出强力阵容,目的就是将冠军拿回来。 而对于李盈盈来讲,在大赛中去锻炼自己,在未来两年时间里参加奥运会,在奥运会中她有望成为中国女排的核心。 请不吝点赞扬。